各位,我是呂志华 最近大家如果在电视看到示威暴动的画面 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大家是否觉得好像是时光倒楼去年六月中 香港出现了反修例暴动的情景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示威者担遮着着雨衣、戴头盔和竖起手 种种的情况和去年今日完全是一模一样 所以看到这场面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胆战心惊 但很庆幸我们并不是处于暴动之中 现在香港是十分之太平、十分之安宁 而电视所看到的画面是发生在我们经常去旅游的地方泰国 那为什么泰国会发生这场暴动 究竟暴动背后有没有人主使 而整个暴动的导火线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如果看新闻 是不能详细地疏理到泰国今次暴动的来龙去马 所以今次这条短片 我就会跟大家很详细讲一讲 究竟泰国今天发生什么事 好了,在我未踏正题之前 希望大家能订阅我呂志华声音杂志 和按下小铃铛 以及将我这条片讲传出去 多谢各位 最近我们听新闻 或者我们看到电视画面 见到一幕幕 好像香港去年今天的暴动情景 而这个情景不是发生在香港 今天是发生在 和我们有四个小时飞机机程距离的泰国 现在泰国这个暴动一直恶化 一直蔓延着 究竟他的结果是怎样 大家都不知道 泰国现在出现了一个暴动骚乱场面 究竟那些学生 究竟那些示威者 他们是因什么事不满而走上街头 而整件事的哨事原因在哪里 原来就是今年2月 泰国憲法法院就裁定 泰国一个政党 他的名字叫做未来前进党 就认为他们不合法 必须要解散 以及这个党的党魁他纳通 就要禁止参政十年 这个消息就在2月21日 法院公布出来 两天之后 泰国法政大学就在校园内爆发了小规模示威 第二天 泰国农业大学也出现了抗议示威活动 之后陆陆续续 一共有二十多间大学 加入了这次抗争 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而这次示威抗议 全部都是大学生发起 一直延续到 其后他们对现在泰国的执政者不满 而这个示威浪潮 更加蔓延到中学 即是说大学和中学生都有参与 今次示威抗议 而在示威期间 那些示威者全部都举起三只手指 他们就说是模仿一套电影 叫做饥饿游戏 这三只手指就是对民主的诉求 好了 这一浪的示威 其后就因为泰国爆发新冠疫情 所以那些学生暂停 并没有进行示威 不过学生的不满情绪 并没有因而冷静回来 在今年七月 就再爆发出大学生对执政者的不满 于是示威又是再次蔓延 这件事就是说 今年七月 埃及一名染了新冠肺炎的军人 他的名叫做罗勇 他就去到泰国 入境的时候 他竟然获得特殊优待 是不需要隔离观察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那些市民和大学生 于是再次走上街头 认为政府处理疫情手法不公 为什么这名军人可以获得特别优待 他已经得到新冠肺炎 为什么他入境的时候可以免于隔离 于是学生又再走上街头 而今次因为这件事而触发的示威 更加其后 就恶化到他们对整个社会的不满 他们就有很多诉求 有些大学有十大诉求 有些大学有三大诉求 其实归纳下来 他们是有三样东西 希望政府能够改革的 第一点 他们就想废除军人执政 想解散国会 第二 他们就希望不可以打压异己分子 因为未来前进党在泰国深受年轻人欢迎 而泰国的宪法法院就裁定要他们解散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求不可以打压这些异见声音 而最后 他们这个怒潮更加直指到泰国皇室 他们认为泰国皇室的生活奢华 揮霍无盗 而且贪污 所以他们就要求废除军主法第一一二条规定 让人民可以表达对皇室的言论自由 去到8月31日 这样在泰国方面就有消息传出 泰国军人政府巴玉 他就向中国购买潜艇 而需要耗费225亿泰铸 由于现在泰国经济不景 很多人失业 所以泰国政府耗费大量公帑去买潜艇 更加引起群众的愤怒 令整个示威暴动火上加油 其后泰国曼谷邮报报道 泰国军方方面已经和中国达成协议 是将购买潜艇的时间表押后到2022年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今次泰国出现这么大规模的示威暴动 根本就是冰封三只非一日之寒 是有很多事件累积而来 去到最后 所有事件 所有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一拼爆发出来 就发生了今次的示威暴动 骨音究底 泰国今次发生暴动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新冠疫情 导致经济严重萎缩 泰国最新的经济数字就显示了 泰国经济今年出现了8.1%的负增长 是亚洲所有地区负增长最大的一个国家之一 现在泰国已经有40万人失业 面对着可能被裁员的人数多达840万人 在一个经济这么差的时候 人民对政府已经不满了 再加上种种原因 所以国民就走上街头 好了 大家看到今次的示威暴动 无论方法、形式 甚至他们所搞的一切活动 与香港去年反修例暴动十分相似 究竟是他们在模仿香港的示威暴动 正是幕后有一个大台 是在操纵香港和泰国方面的暴动 这点来说 很多人都揣测 背后可能是美国在发工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暴动以来 大家都在怀疑 为什么他们这么有组织 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资金 以及他们的手法 就和其他国家的颜色革命十分相似 而今次泰国出现了这个情况 在各方面 和香港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翻版 更加令人怀疑 幕后真是美国在操控 甚至有图片可以看到 香港王之锋 原来曾经和泰国大学生 今次示威暴动的领袖 一起拍照 以及拍到美国一些政客 和泰国大学生一起会面的照片 所以 美国在背后操刀 这个说法更加言之作作 究竟 这个说法可信度高不高 我只可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 为什么说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 因为美国一直都是这样 它是全世界各地制造反政府的示威 利用当地一些反对的力量 希望推翻那些 现在不是亲美的政权 或者那些一直都不是 听命于美国的政权 而泰国一直都是一个中立的国家 它不亲美也不亲中 但最近 美国为了围堵中国 它已经是拉拢了越南 菲律宾 印度等国家 所以如果是泰国现在发生示威暴动 如果泰国的学生能够被他们操控到 而能够成功推翻现在的泰国军人政权 对美国围堵中国这方面来说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所以美国现在趁泰国人民对政府不满 从而在后面推波助澜 在后面提供一切支援 希望能够达到推翻政府的目的 这一点分析是相当合情合理的 想今次泰国的示威暴动 如何完结 我们是不知道的 事件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 但有一点大家可以看到 原来泰国几十年以来 由上一任皇室泰皇袍媚庞开始 一直到今日 都是不断有政变的 泰皇袍媚庞做皇帝那几十年 原来泰国已经发生了十四次政变 所以政变对泰国来说 可以说是加常变化 目前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看看泰国的军人政府里面 究竟有没有军队会叛变 如果泰国军队真的出现叛变 相信局势更加难以控制 而美国方面 过去也是有例子 是利用那个国家里面军队的叛变 从而达到推翻那个国家政权的目的 这一样东西可以看回 是1970年柬埔寨的例子 当时柬埔寨亲王施汉乐 便飞了去北京 而当时的将军 隆内将军 便是亲美的 便趁西汉乐去了北京之后 便在柬埔寨 拆动了一次政变 令到柬埔寨整个国家 便变成一个亲美的国家 究竟泰国会不会成为 70年代柬埔寨的翻版 我们现在真的可以说 一路走一路看 多谢各位